第八回 家客偶逢如有约 圣名长孔见无音 播讲杨海东 韦小宝随着官安机 李立世等群豪来到大门外 只见二三百人八字排开 脸上均现兴奋之色 过了一会儿 两名大汉抬着担架 抬了毛十八出来 李立世道 毛兄 你是客人 不用这么客气 毛十八道 求让陈总多主大名 当真如雷贯耳 今日得能拜见 就算 就算即刻变死 那 那也是不枉了 他说话仍是有气没力 但脸泛红光极是高兴 而听得马蹄声渐进 尘头起出 十级马奔了过来 当先三级马上乘客 没等奔进便翻身下马 李立世等迎降上去 迎那三人拉手说话 十分亲热 韦小宝听的其中一人说道 总多主 总多主在前列相后 请李大哥 官夫子几位过去 几个人站着商量了几句 李立世 官安基 启彪清 玄珍道人等六人 遍及上马 和来人 飞驰而去 毛十八好生失望 问道 陈总多主不来了吗 对他这句问话 没一人回答得出 个人见不到总多主 个个垂头丧气 韦小宝心道 人家欠了你们一万两银子不还吗 还是赌钱输掉了老婆裤子 你奶奶的 脸色这都难看 过了两久 有一人骑马迟来传令 点了十三个人的名字 要他们前去会见总多主 那十三人大喜 飞身上马 向前急奔 韦小宝为毛十八道 毛大哥 陈总多主年纪很老了吗 毛十八道 我 我便是没 没见过 江湖之上 人人都仰慕陈总多主 但要见上他 他老人家一面 可当真艰难得很 韦小宝黑了一声 心中却道 哼 他妈的 好大架子 有什么稀罕 老子才不想见呢 陈豪见这情势 总多主多半是不会来了 但还是抱着万一希望 站在大门外相后 有的站得久了 便坐了下来 有人劝毛十八道 毛爷 你还是到屋里歇歇 我们总多主躺了到了 尽快来 尽快来 请毛爷相见 毛十八摇头道 不 我还是在这里等着 陈总多主 大驾光临 在下 不在门外相后 那 那可 太也不恭敬了 哎 也不知我毛十八这一生一世 有没福分 见他老人家一面 尾小宝跟着毛十八 从扬州来到北京 一路之上 听他言谈之中 对武林中人物 都不大瞧在眼内 但对这个陈总多主 却一直十分敬重 不知不觉的受了感染 心中也不敢再骂人了 呼听的提声响动 又有人迟来 坐在地下的会众 都乐器身来 大家伸长了脖子张望 军盘总多主 又招人前去相会 这次有自己的份 果然来的 又是四名使者 为手一人下马抱拳 说道 总多主 相请毛十八毛爷 伪小宝伪爷两位 劳驾前去相会 毛十八一声欢呼 从担架中跳起身来 但哎呦一声 又跌在担架之中 叫道 快去 快去 伪小宝也是十分高兴 心想 人家叫我公公叫得多了 倒没什么人叫我伟爷 哈哈 老子是伪小宝伟爷 两名使者在马上接过担架 双计相定 缓缓而行 另一名使者将坐计 让给了伪小宝 自己另乘一马 跟随在后 六个人 沿着大路行不到三里 便转入右边的一条小路 一路之上 都有三三两两的汉子 或坐或行 巡视把守 为首的使者 伸出中指 无名指 小指 三根手指 往地下一指 把手二人点点头 也伸手 做个暗号 伪小宝剑这些人 所发暗号各个不同 也不知是何用意 又行了十二三里 来到一座庄院之前 守在门口的一名汉子 大声叫道 客人到 跟着大门打开 李立氏 关安机 还有两名没见过的汉子 出来 抱拳说道 毛爷 尾爷 大驾光临 必会总舵主有请 尾小宝大乐 心想 我这个尾爷 屁性走不了了 毛十八 挣扎着想起来 说道 我这么去见 陈总舵主 实在 实在 哎哟 终于支撑不住 又唐桃在担架上 李立氏道 毛爷身上有伤 不必多礼 让着二人进了大厅 一名汉子 向尾小宝道 尾爷请到这里 喝杯茶 总舵主 想先和毛爷谈谈 当下将毛十八 抬了进去 尾小宝喝了一碗茶 仆役拿上四碟点心 尾小宝吃了一块 心想 这点心 比至皇宫里的 可差得太远了 还挤不上 立春院的 对这个总舵主的身份 扑眠有了一点瞧不起 但肚中正饿 还是将这些 瞧不在眼里的点心 吃了不少 过了一顿饭时分 李立氏等四人 又一起出来 其中一个 花白胡子老折道 总舵主 有请尾爷 尾小宝 盲墙口中 正在咀嚼的点心 用力吞落了肚 双手在衣巾上擦了擦 跟着四人入内 来到一间厢房之外 那老者掀起门围 说道 小白龙 尾小宝尾爷道 尾小宝又惊又喜 心想 他居然知道 我这个肚撰的外号 定然是毛大哥说的了 房中一个文士打扮的 中年书生 站起身来 笑容满脸 说道 请进来 尾小宝走进房去 两只眼睛 咕噜噜的乱转 观机道 这位是碧会陈总舵主 尾小宝 微微仰头向他瞧去 见这人神色和蔼 叹目光如电 直射过来 不由得吃了一惊 双气一举便急拜讨 那书生俯身扶起 笑道 扑鼻多礼 尾小宝双臂被他一拖 突然间全身一热 打了个颤便败不下去 那书生笑道 这位小兄弟 欺杀满洲第一勇士 敖拜 为我无数 死在敖拜手里的汉人 同胞 报仇血恨 殊人之间 名震天下 成名如此之早 当真 古今罕有 尾小宝 本来脸皮甚厚 倘若旁人 如此称赞 便即跟着 自吹自擂一番 但在这位不怒自威的 总舵主面前 竟然乐乐的 不能出口 总舵主 指着一张椅子 微笑道 请坐 自己先坐了 尾小宝便也坐下 李丽氏等四人 却垂首站立 总舵主微笑道 听毛十八毛爷说道 小兄弟 在扬州得胜山下 曾用计 杀了一名清军军官 黑龙便驶松 出出茅庐第一宫 便已不凡 但不知小兄弟 如何擒纳奥拜 尾小宝抬起头来 和他目光一触 一颗心不由得 突突乱跳 满腹大吹法罗的 胡说八道 煞时间忘得干干净净 一开口便是真话 将如何得到康熙宠幸 奥拜如何无礼 自己如何和小皇帝 何立秦他之时说了 只是顾全对康熙的义气 不及小皇帝 在敖拜背后出刀子之事 但这样一来 自己撒香炉灰迷眼 举铜香炉砸头 明知不是下三烂 便是下二烂的手段 却也无法再行隐瞒了 总舵主一言不发地听完 点头道 原来如此 小兄弟的武功和毛也不是一路 不知尊师是哪一位 尾小宝道 我学过一些功夫 可算不得有什么尊师 老乌龟不是真的教我武功 他教我的都是些假功夫 总舵主纵然博之广闻 老乌龟是谁却也不知 问道 老乌龟 尾小宝哈哈大笑道 老乌龟便是海老公 他名字叫做海大富 毛十八大哥和我 就是给他勤进宫里去的 说到这里 突然惊觉不对 自己曾对天理会的人说 毛十八和自己 是给敖拜勤去的 这会儿却说 给海老公勤进宫去 岂不是前言不对后语 好在他撒谎圆谎的本领 着实不小 跟着道 这老儿奉了敖拜之命 将我二人勤聚 想到敖拜是个极大的大官 自然不能轻易出手 总舵主陈寅道 海大富 海大富 达子宫内的太监之中 有这样一号人物 小兄弟 他教你的武功 你严给我瞧瞧 尾骄宝脸皮在后 也知自己的武功 实在太不高明 说道 老乌龟教我的 都是假功夫 他恨我 毒下了他眼睛 因此想尽办法来害我 这些功夫 是贱不得人的 总舵主点了点头 左手一挥 关机等四人 都退出房具 反手带上了门 总舵主问道 你怎样 毒瞎了他眼睛 在这位 阴气逼人的 总舵主面前 维小宝只觉 说谎十分辛苦 还是说真话 舒服得多 这种情形 那可是从所未有 当下 便将如何 毒瞎海老公 如何杀死 小贵子 如何冒充他 做小太监 等情形说了 总舵主 又是吃惊 又是好笑 左手 在他胯下一扶 发觉他 杨聚和稿丸都在 并未精深 的的确确不是太监 不由得 虚了口长气 微笑道 好急好急 我心中 正有个难题 好久拿不定主意 原来小兄弟 果然不是给 静了身 做了太监 左手在桌上 轻轻一拍 道 定当如此 阴兄弟 后继有人 青木堂 有主了 微小宝不明白 他说些什么 只是见他 神色欢愉 却是解开了 心中一件 极为难之事 也不仅待他高兴 总舵主 扶着双手 在室内 走来走去 自言自语 我天地会 所作所为 无一不是前人 从所未行之事 万事开创在我 骇人听闻 物亦废然 有何足论 他文奏奏的说话 为小宝 更加不同了 宋座主道 这里只有你我二人 不用怕难为情 那海大副 教你的武功 不论真也好 假也好 你试验给我瞧瞧 韦小宝这才明白 他命关机等四人出去 是为了免得自己怕丑 眼见无可推脱 说道 是老乌龟教的 可不关我事 如果他也可笑 你骂他好了 总舵主微笑道 放手练好了 不用担心 韦小宝 于是拉开架时 将海老公所教的小半套 大慈大悲 千叶手使了一遍 其中有些忘了 有些也还记得 总舵主 宁神光看 待韦小宝使完后 点了点头 道 从你出手中看来 似乎你还学过 少林寺的一些擒打手 是不是 韦小宝 学大擒打手在先 自然知道这门功夫更加不行 远想藏拙 但总舵主似乎什么都知道 只得道 老乌龟还教过我一些擒打法 是用来和小皇帝打架的 于是将大琴拿手中的一些招式 也演了一遍 总舵主 微微而笑 说道 不错 微小宝道 我早知 你见了要笑 总舵主微笑道 不是笑你 我现了心中喜欢 觉得你技性 悟性都不错 是个可造之才 那一招白马翻蹄 海大副故意交错了 当你转到 鲤鱼脱塞之时 能自行略加变化 并不拘泥于死招 那好得很 伟小宝灵机一动 寻死 总舵主的武功 似乎比老乌龟又高得多 如果他肯教我武功 我伟小宝 定能成为一个真英雄 不再是冒牌货的假英雄 鞋头向他瞧去 便在这时 总舵主一双冷电似的目光 也正射了过来 微小宝向来背懒 纵然皇太后如此威严 他还敢对之正事 但在这位总舵主跟前 却半点不敢放肆 目光和他一处 立即收了回来 总舵主缓缓地道 你可知 我们天地会是干什么的 微小宝道 天地会反清复明 帮汉杀达子 总舵主点头道 正是 你愿不愿意 入我天地会做兄弟 微小宝喜道 那可好极了 在他心目中 天地会会众 各个是真正英雄好汉 想不到自己 也能为会众兄弟 又想 连毛大哥也不是天地会的兄弟 我难道比他还行 说道 就怕 就怕我够不上格 煞世间 眼中放光 满心竟是患得患失之情 只就这笔天外飞来的横财 多半不是真的 不过总舵主跟自己开开玩笑而已 总舵主道 你要入会 倒也可以 只是我们干的是反清复明的大事 以汉人的江山为重 自己的身家性命为轻 再者 会里规矩严得很 如果犯了 处罚很重 你需得好好想一想 微小宝道 不用想 你有什么规矩 我守着便是 总舵主 你如许我入会 我可快活死了 总舵主收起了笑容 正色道 这是极二锦的大事 生死攸关 可不是小孩子们的玩意 微小宝道 我当然知道 我听人说 天地会行侠仗义 做的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怎么会是小孩子的玩意 总舵主微笑道 迟到了就好 本会入会时 有誓词三十六条 又有十进十行的言规 说到这里 脸色沉了下来 道 有些规矩 你眼前年纪还小 还用不上 不过其中有一条 凡我兄弟 须当信誓为本 不得谎言诈骗 这一条你能办到吗 微小宝 微微一正道 对你总舵主 我自然不敢说话 可是 对其余兄弟 难道什么事 也都要说真话 总舵主道 小事不论 只论大事 微小宝道 是了 好比和会中兄弟们赌钱 出手段骗人可不可以 总舵主没想到他会问及此事 微微一笑道 土钱虽不是好事 会归道也不尽 可是你骗了他们 他们知道了要打你 会归也不禁止 你岂不挨打之亏 微小宝笑道 他们不会知道的 其实 我不用欺骗 赢钱也是十拿九稳 天地会的会众多是江湖豪杰 赌钱酗酒乃是天性 向来不以为非 总舵主也就不再理会 向他凝视片刻 道 你愿不愿拜我为师 微小宝大喜 立即扑翻在地 连连磕头 口称师父 总舵主 这次不再相扶 由他磕了十几个头 道 够了 微小宝喜滋滋地 站起身来 总舵主道 我姓陈 名叫陈济南 这陈济南三字 是江湖上左右 你今日击拜我为师 须得知道为师的真名 我真名叫做陈永华 永远的永 中华之华 说到自己真名时 压低了声音 微小宝道 是 徒弟牢牢记在心中 不敢泄露 陈济南又向他端详伴傻 缓缓说道 你我继承师徒 相互间什么都不隐瞒 我老是跟你说 你油墙滑掉 狡猾多诈 跟为师的性格十分不合 我实在并不喜欢 所以收你为徒 其实是为了本会的大事着想 微小宝道 徒儿以后好好地改 陈济南道 江山欲改 本性难移 改是改不了多少的 你年纪还小 性子浮动些 也没做了什么坏事 以后 去当实时 记住我的话 我对徒儿管教极严 你如犯了本会的规矩 心术不正 为非作歹 为师的要取你性命 一如反掌 也绝不联系 说着 左手一探 擦的一声响 将桌子脚 抓了一块下来 双手搓了几搓 木屑 纷纷而下 微小宝伸出了舌头 半天缩不进去 随即喜欢的心痒难骚 笑道 我一定不做坏事 一做坏事 师父你就在我头上 这么一抓 这么一搓 再说 直消做的几件坏事 师父你这手功夫 便不能传授徒儿了 陈济南道 不用几件 只是一件坏事 你我便无师徒之分 微小宝道 两件成不成 陈济南脸一板 道 你给我正正经经的 少有嘴滑舌 一件便是一件 这种事 也有讨价还价的 微小宝应道 是 心中却说 我做半件坏事 却又如何 陈济南道 你是我的第四个徒儿 说不定 便是我的关门弟子 天地会事物繁重 我没功夫 再收弟子 你的三个师兄 两个在与达子交战时阵亡 一个死于 国姓爷光复台湾之意 都是为国捐躯的大好男儿 为师的在武林中 位分不低 名声不恶 你可 别替我丢脸 微小宝道 是 不过 不过 陈济南道 不过 不过什么 微小宝道 有时我并不想丢脸 不过 真要丢脸 也没法子 好比打不过人家 给人捉住了 关在枣子桶里 当货物一般 给搬来搬去 师父 你可别见怪 陈济南皱起眉头 又好气 又好笑 他乐口长气 说道 唉 收你为徒 只怕是我生平所做的一件大措施 但以天下大势为重 只好冒一冒险 小宝 待会儿另有要务 你一切听我吩咐行事 少胡说八道 那就不错 微小宝道 是 陈济南见他欲言又止 问道 你还想说什么 微小宝道 徒儿说话 总是自以为有理才说 我并不想胡说八道 你却说 我胡说八道 那岂不是冤枉吗 陈济南不愿再跟他哆嗦纠缠 说道 那你少说几句好了 心想 天下不知多少成名的英雄好汉 在我面前 都是恭恭敬敬 大气也不敢透一声 这个雕芒古怪的顽童 偏有这许多废话 站起身来 走向门口 道 你跟我来 微小宝抢着开门 相开门围 让陈济南出去 跟着他来到大厅 厅上本来坐着二十来人 一见总舵主进来 瞪起肃力 陈济南点了点头 走到上手的第二张椅上坐下 尾小宝 见居中有张椅子空着 在师父之上 还空着一张椅子 心下呐喊 难道总舵主还不是最大 怎的 在师父之上 还有两个人 陈济南道 纯尾兄弟 今日 我收了个小徒 向伟小宝一指 道 就是他 众人一起上前 抱拳攻身 说道 恭喜总舵主 又向伟小宝拱手 纷纷道喜 个人脸色 有的显得十分欢喜 有的 则大为诧异 有的 则似乎不敢相信 陈济南吩咐伟小宝 见过了众位伯伯 叔叔 伟小宝向众人磕头见礼 李立世在旁介绍 这位是莲花堂乡主 蔡德忠 蔡伯伯 这位是 洪顺堂乡主 方大红 方伯伯 这位是 家后堂乡主 马超兴 马伯伯 伟小宝在这些乡主面前 种一磕头 一共引荐了 九个堂的乡主 以后引荐的 便是位分和职司 教赐之人 那九堂乡主 都还了半礼 人称 不敢 小兄弟请起 其余个人 既不受他磕头 他刚要跪下 便给对方伸手拦住 魏小宝伸手敏捷 有时跪得快了 对方不及拦阻 忙也跪下还礼 不敢自居为长辈 听上二十余人 魏小宝一时 也记不清众人的姓名 和会中职司 只知个个是天理会中的首脑人物 心想 我一拜总舵主为师 大家都当我是自己人 便将身份姓名都说了出来 心下好生喜欢 陈进南带伟小宝和众人相见已毙 说道 众位兄弟 我收了这小徒后 想要他入我天地会 众人齐声道 那再好也没有了 莲花堂乡主 蔡德忠是个白发白絮的老者 说道 自来名师必出高徒 总舵主的弟子 必是一位置永坚权的小侠 在我会中 必将建立大功 家后堂乡主 马超兴又矮又胖 笑容可居 说道 今日和伟家小兄弟相见 也没什么见面礼 姓马的 向来就会精打细算 这样吧 我和蔡乡主二个 便做了小兄弟 入会的接引人 就算是见面礼了 蔡兄以为如何 蔡德忠哈哈大笑 说道 老马打的算盘 不用说 定然是想的 这一份不用花钱的见面礼 算我一个 众人嬉笑声中 沉浸难道 两位伯伯 天大的面子 当你的接引人 快谢过了 伟娇宝道 是 上前磕头道谢 沉浸难道 本会的规矩 入会的兄弟的言行好歹 和接引人 有很大干系 我这小徒 人是很畸形的 就怕他灵活过了头 做事不守规矩 蔡马二位乡主 既做他接引人 以后也得帮我 担一些干系 如见到他 有什么行止不端 立即出手管教 千万不可客气 蔡德忠道 总舵主太签了 总舵主没下 岂有不端之事 陈浸难正色道 我并非太签 对这个小孩 我为时好生 放心不下 大伙帮着我管教 也帮着我 分担一些心事 马超兴笑道 管教是不敢当的 小兄弟年纪小 若有什么事不明白 大家是自己兄弟 自然是开诚不公 知无不言 言无不计 陈浸难点头道 我这里先多谢了 尾小宝心想 我又没做坏事 师父便老是担心 我做坏事 是了 他听了我对付 老乌龟的手段 怕我老萌未发作 对他也会如此这般 老乌龟想害死我 又不是我师父 我才读下了他眼睛 你真是我师父 教我争功夫 我怎会来作动你 你却把话说在前头 这里许多人 个个都来管教管教 我动也不能动了 只听陈浸难道 李兄弟 便请你去安排香堂 咱们今日开香堂 让尾小宝入会 李立氏答应了出去安排 陈浸难道 照往日规矩 有人要入本会 经人接引之后 须得查查他的身世为人 少则半年 多则一年两年 查名无误 方得开香堂入会 单伟小宝在亲宫之中 担任执司 是达子小皇帝 身边十分亲近之人 与本会办事大有方便 咱们只得从权 可不是我为了自己弟子 而特别魄力 众人都道 弟兄们都理会的 洪顺堂乡主方大宏 身材魁梧 一部黑须又长又亮 朗生说道 咱们能有这么一位亲信兄弟 在达子小皇帝身边办事 当真上天赐福 何该达子气数将尽 我大明江山兴富有望 这叫做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哪一个不明白 总舵主的用心呢 伟小宝心想 你们带我这么好 原来 要我在皇上那边做奸细 我到底做事不做 想起康熙带自己甚好 不仅颇感惆怅 蔡德忠当下将天地会的历史和规矩简略给韦小宝说之 本会的创始祖师便是国姓爷 袁姓郑 大明上城下宫 当初国姓爷率领一师进攻江南 围困江宁 功败垂成 在退回台湾之前 接纳总舵主的创意 设立了这个天地会 那时咱们的总舵主便是国姓爷的军师 我和方兄弟 马兄弟 胡兄弟 李兄弟 以及青木堂的尹乡主等等 都是国姓爷军中的校伟士族 韦小宝知道 国姓爷便是郑成功 当年得明朝皇帝自姓为诸 因此人们尊称他为国姓爷 郑成功在江浙闽月一带声名吉祥 他与康熙元年去世 其实世事未久 人人提到他时 语气之间还是十分恭敬 毛十八也曾跟他说起过的 蔡德忠又道 咱们大军留在江南的甚多 无法都退回台湾 有些退到厦门 那也只是一小部分 因此总舵主奉国姓爷之命 留在中途成立天地会 联络国姓爷的旧部 凡是曾随同国姓爷攻打江浙的兵将 自然都成为会中兄弟 不必有人接引 也不需查看 但若外人要入会 就得查查明白 以防有艰细混入 他说到这里 顿了一顿 脸上忽然献出异样神采 继续说道 想当年咱们大军从台湾出发 一共是一十七万人马 五万水军 五万骑兵 五万步兵 一万人游击侧影 又有一万铁人兵 个个身披铁甲 手执长矛 专舵达子兵的马足 兵刃与剑伤他不得 镇江扬鹏山那一战 总舵主领兵二千 大破达子兵一万八千人 汤真是威风凛凛 杀气腾腾 我是总舵主 麾下第八阵的统兵官 带兵冲杀过去 只听了达子兵 人人大叫 马鲁 马鲁 气壶 气壶 尾小宝只听得眉配色舞 问道 那是什么 猜的钟头 马鲁 马鲁 是达子话 妈呀 妈呀的意思 气壶 气壶 便是逃啊 逃啊 众人都笑了起来 马超兴笑道 菜乡主 一说起当年功课镇江 大杀达子兵的事 便兴高采烈 三日三夜也说不完 你见人给伟兄弟 说会中规矩 彻班说来 说到伟兄弟的须子 跟你一般长了 还是说不完 话到此处 突然想到伟小宝是个小太监 怎么会有胡子 偷眼向伟小宝瞧了一眼 欠他不以为意 才放了心 这时 林立氏进来回报 香堂已经设好 陈济南 引着众人来到后堂 伟小宝 建一张板桌上 供着两个灵牌 中间一个写着 大明天子之位 侧边一个写着 大明严平郡主 招讨大将军 朕之位 板桌上供着一个猪头 一个羊头 一只鸡 一尾鱼 插着七只香 众人一骑跪下 向灵位拜了 蔡德忠 在供桌上 取过一张白纸 狼声读道 天地万有 回复大明 灭绝葫芦 无人当同生同死 仿桃园故事 约为兄弟 姓红 明金兰 何为一家 拜天为父 拜弟为母 日为兄 岳为姊妹 腹败五祖 及十祖万云龙 为红家之全神灵 无人 以假眼七月二十五日 丑失为生时 樊西二经十三省 当一心同体 今朝廷王侯 非王侯 将相 非将相 人心动摇 即为明朝回复 葫芦 剿灭之天杖 无人当行 陈浸南之命令 立五湖四海 以求英雄豪解 焚香涉事 顺天行道 恢复明朝 报仇雪耻 杀雪事蒙 神明 降见 蔡德忠 念霸言词 解释道 为兄弟 这番话中 所说桃园结义的故事 你知道吗 伟肖宝道 刘关张 桃园三结义 不愿同年同月 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 同日死 蔡德忠道 对了 你入了天地会 大家便都是兄弟了 我们和总舵主是兄弟 你拜他老人家为师 大家是你的伯伯叔叔 因此你见了我们要磕头 但从今而后 大家都是兄弟 你就不用再向我们磕头了 伟肖宝应道 是 心想 那好得很 蔡德忠道 我们天地会 又称为鸿门 鸿 就是明太祖的年号 鸿武 姓鸿明金兰 就是鸿门兄弟的意思 我鸿门 尊万云龙为始祖 那万云龙 就是国姓爷了 一来 国姓爷的真姓真名 兄弟们不敢随便乱叫 二来 如果给达子的鹰爪们听了 诸多不便 所以兄弟之间 称国姓爷为万云龙 万便是千千万万人 云龙是云丛龙 千千万万人保定大明天子 恢复我锦绣江山 为兄弟 这是本会的机密 可不能跟会外的朋友说起 就算毛十发毛爷 是你的好朋友 好兄弟 也是不能跟他说的 韦小宝点头道 我知道了 毛大哥挺想入咱们天地会 咱们能让他入会吗 蔡德忠道 日后韦兄弟可以做他的接野人 会中再派人详细查查之后 那自然也是可以的 蔡德忠又道 7月25日丑时 是本会创立的日子时辰 本会五祖 乃是我军在江宁训难的五位大将 第一位姓甘明辉 想当年我大军攻打江宁 我统帅镇兵 封了总舵主军师之命 埋伏在江宁西城门外 打死兵 他一说到当年攻打江宁府 持手画脚 不由得越说越远 马超兴微笑插嘴 蔡香主 攻打江宁府之事 咱们慢慢再说不迟 蔡德忠一笑 伸手轻轻一弹自己额头 道 对 对 一说起就是 就是没完没了 现下我读三点革命诗 我读一句 你跟着念一句 当下读诗道 三点暗藏革命宗 入我鸿门 莫通风 杨成瑞士 从仇日 世灭清朝 一扫空 尾小宝跟着念了 蔡德忠道 我这鸿门的鸿字 其实就是我们汉人的汉字 我汉人的江山 给鸭子占了 没了土地 汉字中 去了个土字 便是鸿字了 当下将会中的三十六条誓词 十进十行 二十一条守规 都向伟小宝解释明白 大抵是忠心意气 孝顺父母 和睦相当 兄弟一家 患难相助等等 若有泄露机密 搬连兄弟 投降官府 奸淫裸掠 欺辱孤弱 言而无信 涂抹公款等情由 轻则戈尔泽党 重则大姐八块 断首分尸 伟小宝一一领尊 发誓不敢有为 他这次是真心诚意 发誓时并不捣鬼 马超兴取过一大碗酒来 用针在左手中指上一次 将血滴入酒中 陈济南等人也都赐了血 最后伟小宝 伺血入酒 客人喝了一口血酒 入会雨点告成 众人和他拉手相抱 甚是亲热 伟小宝全身热乎乎的 只觉从今而后 在这世上 再也不是无依无靠 陈济南等 本会共有十堂 前五房五堂 后五房五堂 前五房莲花堂 红顺堂 甲后堂 参太堂 红化堂 后五房 青木堂 赤火堂 西金堂 咸水堂 黄土堂 酒堂的乡主 都已聚集在此 只有青木堂乡主隐兄弟 前年为敖拜的恶贼害死 至今未有乡主 青木堂中兄弟 昔日曾在万一龙大哥灵魏 和尹乡主临魏前立士 哪一个杀了敖拜 为尹乡主报的大仇 大伙便奉他为本堂乡主 这件事可是有的 众人都道 正是 却有这事 陈济南 锐利的目光 从左至右 在个人脸上扫了过去 缓缓说道 听说青木堂中的好兄弟们 为了激励乡主之事 曾发生一些争执 虽然大家顾全大局 仁义为重 并没伤了和气 但此事 如妥善辽断 青木堂之内 总服下一个极大的隐忧 青木堂是我天地会中 极重要的堂口 同管江南 江北各府州县 近年来 更渐渐扩展到了山东河北 这一次更攻进了北京城里 青木堂乡主是否得人 与本会的兴衰 反清大业的成败 有极大干系 如果堂中众兄弟意见不合 不能同心协力 这大事就干不成了 顿了一顿 问道 敖拜那奸贼 乃是伟小宝所杀 这是青木堂众兄弟 都亲眼目睹的 是不是 李立氏和关安基同声道 正是 李立氏跟着道 大伙 在万云龙大哥临位之前 发过的事 总不能说了不算 如果这样的立氏等如放屁 以后还能在万云龙大哥的临位之前 立什么事 许什么愿 伟小宝兄弟 年纪虽小 我李立氏 愿拥他为本堂乡主 关安基被他抢了头 心下又想 这小孩是总舵主的徒儿 身份已非力寻常 听总舵主说这番话 显示要他这个小徒当本堂乡主 李老儿一味和我争乡主当 眼看谁也不服水 索性一排两散 他已先出口 向总舵主讨好 我可不能输了给他 反而显得自己存了私心 便讨 李大哥的话甚是 伟兄弟积井过人 在总舵主调教之下 他日定是一位 威震江湖的少年英侠 关安基愿用伟小宝兄弟 为青木堂乡主 伟小宝吓了一跳 双手乱摇 叫道 不成不成 这 这个什么乡主臭主 我可做不来 陈济南双眼一瞪 个道 你胡说什么 伟小宝不敢再说 陈济南道 这小孩手刃敖拜 那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我们遵守 在万一龙大哥临位前所立的誓言 只得让他来当青木堂乡主 我是为了要让他当乡主 才收他为徒 可不是 收了他为弟子之后 才想到要他当乡主 这小孩气质不佳 以后 不知要让我头痛几百次 方大宏道 总舵主的苦心 兄弟们都理会的 总舵主跟伟兄弟非亲非故 今日才第一次见面 总舵主魄力垂青 自然是为了本会的大事着想 不过 不过 总舵主也不被担心 本会兄弟们在江湖上混 读书的人少 哪一个不口出粗言俗语 伟兄弟年纪小 李大哥和官夫子都愿全力辅佐 绝不会出什么乱子 沉浸难点头讨 咱们所以让伟小宝当青木堂乡主 是为了在万一龙大哥临位之前立过誓 绝不能不算 但只要他做了一天乡主 也算是错过了 明天 倘若他胡作非为 扰乱青木堂事务 由爱本会返青复明大业 咱们立即开香堂将他废了 却不有半分姑息 李大哥 官二哥 我拜托你们两位用心帮他 如这小儿行事 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 务须一一向我禀报 不得隐瞒 李立氏和官安基 公神答应 陈济南转过身来 在灵位墙跪下 从香炉中拿起三只香来 双手捧住 浪声头 属下陈济南 在万人龙大哥灵位之前立世 属下的弟子伟小宝 倘若违犯会归 又或是才德不足以服众 属下立即废了他青木堂乡主的执思 绝不敢有半分偏死 我们封他为乡主 是遵守誓言 他日如果废他 也是遵守誓言 属下陈济南 倘若不遵辞事 万大哥在天之灵 叫我天雷轰顶 五马跟尸 死于打死英爪之下 说着举香拜了几拜 将香插回香炉 磕下头去 众人齐声称惨 总舵主如此办事 大功无私 每一个心中不服 李小宝心道 好啊 我还到你们 真要我当什么香主臭主 却原来 将我当作一座木板桥来过河 过了河便拆桥 今日封我为香主 你们就不算备事 明日找个岔头 将我废了 又不算备事 那时李大哥也好 官夫子也好 再来当香主 便顺理成章了 大声说道 师父 我不当香主 陈济南一饿 问道 什么 韦小宝道 我不会当 也不想当 陈济南道 不会当 慢慢学啊 我会教你 理官二位又答应了帮你 香主的直思 在田地会中位分甚高 你为什么不想当 伟小宝摇头道 青天当了 明天又给你废了 反而丢脸 我不当香主 什么事都马马虎虎 一当上了 人人都来鸡蛋里寻骨头 不用半天 马上完蛋大吉 陈济南道 鸡蛋里没骨头 人家要寻 也寻不着 伟小宝道 鸡蛋变小鸡 就有骨头了 就算没骨头 人家来寻的时候 先把我蛋壳打破了再说 搞得蛋黄蛋白 一塌子糊涂 众人忍不住都笑了起来 陈济南道 咱们田地会做事 难道是小孩子儿戏吗 你只要不做坏事 人人敬你是青木堂乡主 哪一个会得罪你 就算不敬重你 也得敬你是我的弟子 伟小宝想了一想 道 好 咱们话说明在先 你们将来不要我当乡主 我不当就是 可不能乱加罪名 又打又骂 什么鸽儿斩头 大姐八块 陈济南皱眉道 你就爱讨价还价 你不做坏事 谁来打你杀你 达字倘若打你杀你 大伙给你报仇 顿了一顿 诚诚恳恳的道 小宝 大丈夫敢作敢为 当仁不让 既入了我田地会 就当奉勇成仙 为民除害 老是为自己打算 歧视英雄豪杰的行径 伟小宝一听到英雄豪杰四字 便想到说出先生所说的那些大英雄 兄中豪气顿声 说道 对师父教训的很是 最多卡了脑袋 满大的疤 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这是江湖汉子给绑上法场时常说的话 伟小宝用了出来 虽然不大得体 到脖子听上众人一阵掌声 陈静南微笑道 错乡主是件大喜事 又不是绑上法场斩首 这里九位乡主 人人坐得欢欢喜喜 你该当学他们的样才是 关安基走到伟小宝跟前 抱拳攻身 说道 属下关安基 参见本堂乡主 伟小宝转头向陈静南道 我怎么办 陈静南道 你就当还礼 伟小宝抱拳还礼 道 官夫子你好 陈静南微笑道 官夫子三字 是兄弟们平时叫的外号 日常无事 可以叫他官夫子 正是建立之时 便叫他做国安二哥 伟小宝改口道 官二哥你好 李立氏这一次 给关安基站了先 当下跟着上前建立 其与九位相处 逐一重行和伟小宝叙礼 众人回到大厅 总舵主和食堂乡主 留下一室 青木堂是后五堂之掌 在天地会食堂之中 排列第六 伟小宝的座位 排在右手第一位 赤火堂等堂乡主 有白须垂胸 反而坐在他的下手 李立氏 官安基等身退在厅外 厅上便指 陈浸南等十一人 乃是天地会中第一级的首脑 陈浸南指着居中的一张空椅 道 这是诸三太子的座位 指着其策的一张空椅 道 这是台湾郑王爷的座位 郑王爷便是国庆爷的公子 现今席爵为延平郡王 咱们天地会极异 朱三太子和郑王爷倘若不到 总是空了座位 这几句话自是解释给伟小宝听的 他继续说道 众位兄弟 请先说说各省的情形 那前五房中 掌房莲花堂该管福建 二房洪顺堂该管广东 三房家后堂该管广西 四房三太堂该管湖南湖北 五房洪化堂该管浙江 后房中 掌房青木堂该管江苏 二房赤火堂该管贵州 三房西金堂该管四川 四房咸水堂该管云南 五房黄土堂该管中州河南 天地会为郑成功旧部所组成 主力在福建 因此莲花堂为掌房 实力最强 其次为两广两湖 更其次为浙江江苏 当下蔡德忠首先叙述福建的天地会会晤 跟着方大红述说广东会晤 韦肖宝听了一会儿 一来不懂 二来丝毫不感兴趣 到后来听耳不闻 心中自行想象赌钱玩耍之事 轮到青木堂乡主述说时 陈济南说道 青木堂本来是在江南江宁苏州一带跟达子周旋 后来隐兄弟把香堂移到了江北徐州 逐步进入山东直立 一直伸展到达子的京城 只可惜隐兄弟命丧敖败之首 青木堂元气大伤 他顿了一顿又道 日前众兄弟奋勇攻入康亲王府 奇缘巧合 小宝首任敖败 为隐兄弟报了大仇 青木堂这件事 看得轰轰烈烈 可叫达子心惊肉跳 只不过这么一来 达子自然加紧提防 咱们今后行事 可也得加倍小心才是 众人齐声称事 此后赤火堂 西金堂 两堂乡主 分别述说 贵州四川两省情状 伪小宝听得忍不住要打哈欠 其王伸手 掩住了嘴巴 带得玄水堂乡主林永超 说起云南会晤时 他神情激昂 不断咒骂 伪小宝才留上了神 只听他讨 吴三贵的大汉奸 处处跟咱们作对 从去年到今年 还没满十个月 惠中兄弟 前前后后 已有七十九个 撕在这个王八蛋手里 他妈把膏子的 老子跟着狗贼 不共戴天 属下数次派人去行刺 可是这汉奸身边 能人甚多 接连行刺三次 都失了手 他直至自己挂在头颈中的左臂 说道 上个月这一次 他奶奶的 老子还折断了一条手臂 这大汉奸 作恶多端 终有一日 要全家给咱们天地会 斩成肉酱 一说到吴三贵 人人气愤填膺 韦小宝在扬州之时 也早听人说 吴三贵因清兵入关 夺了汉人的天下 达子兵在扬州 奸淫烧杀 最大的罪魁祸首 便是吴三贵 这人帮满清打天下 官封平溪王 永振云南 韦小宝听人提到 吴三贵三次之时 无不咬牙切齿 恨之入骨 这林乡主如此破口大骂 韦小宝倒也不以为奇 林勇超一骂开了头 其余八位乡主 跟着也骂了起来 他们本来都是军人 近年来混迹江湖 粗口也是说惯了的 只不过在总舵主面前 大家尽力收敛而已 此时一骂上来 谁也不再客气 韦小宝大喜 一听到这些无言晦语 等时如鱼得水 忍不住插口也骂 说到骂人 韦小宝和这九位乡主相比 颇有惊粗之别 他一句句转弯抹角 狠毒刻薄 九位乡主只不过胡骂一气 相行之下不免见处 陈济南摇手道 够了够了 天下千千万万人 在骂吴三贵 可是这司还是好好做他的平息王 骂是骂他不死的 行刺也不是办法 红话堂乡主李师开 矮小寿宵 说话很轻 骂人也不多 这是说道 以属下之见 就算咱们大局入巅 将吴三贵杀了 于大局也无多大好处 达子另派总督巡抚 云南老百姓 一般的翻不了身 吴三贵这汉奸罪孽深重 若是一刀杀了 未免他也便宜了他 陈济南点头道 此言甚是有理 却不知李兄弟有何高见 李师开道 这件事甚为重大 大伙许得从长计议 属下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 还是听从总舵主的指点 陈济南道 此事重大 须当从长计议 李兄弟这一句话便是高见了 常言道得好 一人计短 二人计长 咱们十个人 不 十一个人 静下来细细想想 主意儿就更加多了 咱们杀吴三贵 不但为天理会被他害死的众位弟兄报仇 也是为天下千千万万汉人同胞报仇 此事我愁思已久 吴三贵纳斯在云南根深蒂固 势力庞大 但是天理会一会之力 只怕板他不倒 林勇超大声道 拼着千刀忘寡 也要板他一板 蔡德忠道 你早已板过了 吴三贵没板倒 却板断了自己一只手 林勇超怒道 你耻笑我不成 蔡德忠自知诗言 裴笑道 我是讲笑话 林兄弟别生气 沉浸难见林勇超 物赐愤愤不平 温言未道 林贤弟 朱沙吴三贵 乃是普天下英雄好汉 人人梦寐以求的大事 怎能要林贤弟 与玄水堂单独挑起这副重担 就算天地会数万兄弟 齐心合力 也未必能动得了他手 林勇超道 宋作主说的是 这才平了气 陈济难道 我看要办成这件大事 咱们需得联络江湖上 各领各派 各邦各会 共谋大举 吴三贵这司 在云南有几万精兵 麾下雄兵盟将 非同小可 但是要杀他一人 未必十分为难 但要诛他全家 杀青他手下 助纣为虐的一众 大大小小汉奸恶贼 却非我天地会 一会之力能够办到 林勇超拍腿大叫 是极 是极 我天地会兄弟 已给吴三贵杀了这许多 但杀这贼子一人 如何抵得了命 众人想到 要诛灭吴三贵 全家 及手下众恶 都是十分兴奋 但过不多时 大家面面相去 心中均想 这件事 当真甚难 蔡大忠道 少林武当良派 人多势众 武功又高 那是一定要联络的 黄土堂乡主 姚碧达 愁愁道 少林寺方丈 惠聪大师 在武林中 声望自始极高 不过 他向他师分 老成持住 不肯得罪官府 这几年来 更定下一条规矩 连俗家子弟 也不许轻易 出四下山 生怕惹祸声势 要联络少林派 这中间 恐怕有很多难处啊 该管湖广地面的 参太堂乡主 胡德帝 点头道 武当派也差不多 真武官官主 云燕道人 和师兄云鹤道人 失和依求 两人尽使勾心斗角 互相找梅下弟子的茬 沙乌三贵 这等冒险勾他 就怕 就怕 他没再说下去 但谁都明白 多半云燕云鹤二人 都不会怨感 林勇超道 倘若约不到少林武当 咱们只好自己来干了 陈浸难道 那不用兴急 武林之中 也并非只有少林武当两派 个人纷纷议论 有的说 鹅梅或许愿干 有的说 丐帮中 有不少好手 加入天地会 必愿与天地会联手 去诛杀这大汉奸 陈济南听个人说了两句 道 若不是十拿九稳 咱们可千万不能向人家提出 方大洪道 这个自然 莫得人家不愿干 碰一辟的灰不算 也伤了我天地会的脸面 陈浸浸难道 沉浸难道 失面子还不紧 风声泄露出去 给乌桑贵纳斯加以提防 可更棘手了 李氏开道 为了稳重起见 若要向哪一个门派帮会提出 需得先请组都主点头 别的人可不能随便拿主意 众人都等 趁该如此 个人又商议了一会儿 陈浸难道 此刻还不能拟下确定的方策 三个月后 大家在湖南长沙再聚 小宝 你仍回到宫中 秦牧堂的事务 暂且有李立世 关机两位代理 长沙之会 你不用来了 伟小宝应道 是 心道 这不是摆明了过河拆桥吗 中乡主赛后 陈浸难拉了伟小宝的手 回到乡房之中 说道 北京天桥有一个卖高业的老头 姓徐 别人卖高业的旗子上 高业都是黑色的 这徐老头的高业 却是一半红 一半青 你有钥匙跟我联络 到天桥去找徐老儿便是 你问他 有没有青恶毒 是盲眼复明的 青毒复明高业 他说 有是有 价钱太贵 要三两黄金 三两白银 你说 五两黄金 五两白银卖不卖 他便知道你是谁了 伟小宝大感有趣 笑道 人家货价三两 你却还价五两 天下 哪有这样的事 陈浸难为笑道 这是唯恐误打误撞 这有人向他去买 青毒复明高药 他一听你还价黄金五两 白银五两 便问 为什么价钱这样贵 你说 不贵 不贵 只要当真富得了名 便给你做牛做马 也是不贵 他便说 地震高岗 一派西山千古秀 你说 门朝大海 三河河水万年流 他又问 红花亭盼哪一堂 你说青木堂 他问 堂上烧几炷香 你说五炷香 烧五炷香的便是香煮 他是本会青木堂的兄弟 属里该管 你有什么事 可以教他办 韦小宝 一一记在心中 陈浸难 又将那副对子 说了两遍 和韦小宝演戏一遍 一字无讹 陈浸难又道 这徐老头 虽归你管 武功确实了得 你对他不可无理 韦小宝答应了 陈浸难道 小宝 咱们大闹康亲王府 达此一定 真计思出 咱们在这里不能久留 今日你就回宫去 跟人说 是给一帮强人掳了去 你夜里 用计杀了看守的强人 逃回宫来 如人要你领兵来捉拿 你可以带兵到这里来 我们把敖拜的尸身和首级 埋在后面菜园里 你领人来绝了去 就没人怀疑 韦小宝道 大伙 当然都不在这里了 是不是 陈浸难道 你一走之后 大伙变散 不用担心 三天之后 我到北京城里 来传你武功 你到东城 填水井胡同来 胡同口 有兄弟们等着 自会带你进来见我 韦小宝应道 是 陈浸难轻轻抚摸他头 温言道 你这就去吧 韦小宝当下进去 和毛十八道别 毛十八布置他 已入了天地会 做了相处 问长问短 及时关心 韦小宝也不说穿 这时 他被夺去的匕首等物 早已取回 陈浸难命人 替他背了坐骑 亲自送出门外 李立氏 关安基 贤真道人等 青木堂中兄弟 更值送到三里之外 韦小宝问明路径 催马驰回北京城 进宫时 已是傍晚 继续叩见皇帝 康熙早已得知 敖拜在康亲王府求是中 为韦小宝所杀的讯息 心想 他为敖拜的党徒所掳 定然凶多吉少 事情一发 清廷便立即四下击捕 敖拜的余党拷问 人是捉了不少 却查不出端倪 康熙正子老大烦恼 呼听得韦小宝回来 又惊又喜 急忙传箭 一见他走进书房 盲问 小柜子 你 你怎么逃了出来 韦小宝一路之上 早已想好了一大片谎话 如何给强人捉取 如何给装在枣子箱中 运去等情 倒不必撒谎 跟着说 众奸党如何设了灵位祭奠 为了等一个首脑人物 却暂不杀他 将他绑在一间黑房之中 他又如何在半夜里 磨断手上锁绑绳索 杀了看守的人逃了出来 如何在草丛中躲避追骑 如何偷的马皮绕倒而归 说着会声会影 生动之志 康熙听得津津有味 连连排的尖头 赞道 小柜子 真有你的 又道 这一番可真辛苦了 韦小宝道 皇上 傲拜这些奸党 势力也真不小 奴才逃出来时 记明了路径 咱们马上带兵去捉 好不好 康熙洗道 康熙洗道 妙吉 你快去叫索额图带领三千兵马 随你去捉拿 韦小宝退了出来 命人去通知索额图 索额图听说小柜子给傲拜首先人捉去 心想 宫中少了个大员 正在发愁 虽说能吞没四十五万两银子 毕竟是所失者大 所得者小 突然得惜小柜子逃归 邓时精神大振 忙带领兵马 和韦小宝去捕拿鱼党 行到半路 康熙王差人将韦小宝的玉花葱赶着送来 韦小宝骑上名居 左顾右盼 得以非凡 道德天地会聚会之所 自然早已人影不见 索额图下令搜索 不久便在菜园中 将敖拜的首级和尸身掘了出来 又找到一块 大清少宝一等超武功 敖拜大人之灵位的灵牌 几副调研敖拜的婉联 自然都是陈静男故意留下的 韦小宝和索额图回到北京 将灵牌 婉联等物呈上康熙 尾小宝神色间 道波寺立了一件大功 康熙奖励几句 吩咐丧了敖拜的尸身 命两人继续小心查查 尾小宝嘴里连声答应 脸上忠诚勤奋 肚中暗暗好笑 第八回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